沿途有你 为我改写心底 困恼一见再淡我路 沿途灰暗 定会找到新的意义 相信明天 有着心理情 从此生命方向 探索心内试情 为我默默赴上祝福 无问代价不会辞 灵代我担起富仇 人心不必挂欠 犹如大地奥 我看天重 宇宙与天公事 从新阵痴 穿梭星辞 晴天阴天 光彩终会遇见 如春如江 秋天甘冷 神定灶方 改写心女日试 人生热线Action 各位朋友, 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人生热线Action 我是Hannah 今集我们访问的主角叫做Lambert 在旁人眼中 他是一位成功的人士 因为他早就懂得突破传统 建立新品牌 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跡下 但他认为这些一切都不是最重要 也不是最成功 最成功的就是他感谢神 赐给他一副好的歌星 可以以他的歌星来到荣耀神 究竟他的故事是怎样的? 一起听他的分享吧 他是精神健步的知名人士 他在妈妈的眼中是鑽石黄老五 我心愿是想他快点脱离 鑽石黄老蜜的时刻走 他同时也是一位流行的 福音歌手 Lambert 陈立业 1996年成功创立电讯品牌 成为业界的知名人士 或者你会以为他小时候的兴趣是计数 玩附庸游戏 但其实他最喜欢的是唱歌 小学四年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跟同学夹一下 即是jam一下歌 学吉他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就参加校制的歌唱比赛 都得了冠军 当时那只歌就叫Donna Donna 你想现在唱什么吗? 我记得像我, 讲了这里 是 我记得像我, 我记得像我, 我记得了 我记得像我, 我记得像我, 我记得像我 曲曲的旋律 曲词都很配合他当时的心境 因此他对基督教有一个全身的看法 他知道这个宗教 是适合不同时代 不同年纪的人 我记得我一信耶稣之后的第二天 我去了跟当时的圣经群的指挥 跟他说我想参加 当时他也很惊讶 他觉得你刚刚才信耶稣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侍奉的 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只不过我觉得既然神可以藉着一些诗歌 尤其是一些风险的诗歌 可以令我去改变一个对基督教的印象 我也很希望可以参与在当中 后来有人鼓励Lambert加入诗班 但对于当时不懂得恶理的他 参加诗班看来非常困难 我记得当时指挥跟我说 他就说Lambert你不要那么快决定 就是下这个结论 因为你不知道神将会 将会如何带领你 我当时就说我什么都不懂 不懂剃谱也不懂 我进去诗班 实际上是跟不上 他就说只要你 摆上这个心机 摆上这个行动的时候 你要相信神可以如何装备你 当你回望过去 就发现很多事情已经早已安排 Lambert当日在诗班的练习 让他今天可以懂得作曲 将心底里面的音符实现出来 这个就是我带上我来作曲的一个 软件 里面有很多设计 还有它可以有五线铺让我作了一首歌 他就会拨过来这个Digital Piano 会重演出来 或者将我在这里弹的那些音符 就会在那里录音符 记得其实那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你都做曲 你怎样做的 你是不是很聪明 就是音乐 我就告诉他其实不是的 因为自问我真的 弹琴也不是很聪明 很多年前在加拿大的时候 刚刚入诗班 什么都不懂 大神的恩典让我开始自己学 去看谈单音 然后学弹曲 到回来香港的时候 在参与音乐事奉 我自己都希望去作一些歌 去自作自受 希望自己作出来唱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习 如何去作曲 在加拿大毕业之后 Lambert接触到基督教乐队组合 转列点的歌曲 他发现原来香港也有一帮有心人 利用现代诗歌来感染身边的人 于是他就毅然放弃当地的工作 回来香港加入乐队 如果神在过往里面 可以藉着一些现代诗歌 可以感动我一些 在基督教方面是很坦白的人 他是不是可以 或者我是不是可以 都可以参与在当中 去感动更多 好像我这类的人 唱一些好像流行曲的诗歌 所以我可以参与到一些 平时不喜欢回教会 很怕沉闻 很怕听诗歌的一些朋友 那时的形象是比较前卫一点的 很多时候是舞台表演 要发妆 要穿一些比较像舞台的服装 加上跳舞 那个形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在公司上 在工作上 我就比较像生意人 所以其实挺大的冲击 尤其是当我想邀请朋友去报道会 尤其是邀请他们来转列点的报道会 最初是有些心理关头要面对 因为在工作上有一个这样的形象 但是当他下班来看我的报道会的时候 就完全有一个不同的Lambert Chan 为什么好像很痛苦那样的表情 叶仔 现在还是这样的 发现一片一片 不习惯 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表演的人 虽然很多人问我 你是否一个很脑袋的人 很多话说 很活跃 但其实耐心的我 其实很多时候 我自己都很害臭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我 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参加转列点的时候 当中有个要求就是 很多时候会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去演出 所以对我来说 压力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那时候工作的压力很多 所以排舞的时间不多 那一放工我还记得 还穿着西装去排舞 那时候那些人都经常笑我 你怎么可能打着胎 穿着西装去跳舞 但是那时候也时间有限 一放工八九点 都要赶着去排舞 挺特别的一个经历 也都我觉得 听说 当年转列点的一些演出 都帮到很多的朋友 无论在信心上面 或者在对基督教音乐上面 都有一个认同 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 有机会参与当中的事奉 当时转列点也出版了 香港基督教音乐界的第一支CD 叫《再见思想扎路》 虽然回想昔日的造型 台风 Lambert仍然会表现得有点尴尬 但是这些片段 也正正是他人生里面 无可取代的美好回忆 当自己在工作上慢慢都有一个 算是挺好的发展的时候 自己扔下去工作的时间更加长 最初都可以的 也觉得神的恩典 比我有这样的发展的空间 但是可能一路下跌的时候 工作的时间太多 变成了影响到在上教会 莫说是侍奉 即是在上教会的时候 时间都少了 慢慢慢慢都开始觉得 好像不上教会都没所谓 所以对到大概2000年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去上教会 最初不觉得什么 但是 shown yourself 每一天只有120%的时间 只是做工作 最初开始觉得香港才比较作 部制播 朋友都免得你去外 因為你遲到都不能尝 그렇 吞退三四个星期后 才找你吃一餐饭 加上便不跟你弟兄姊妹知识 没上教会时候 虽然很多弟兄姊妹 都常常叫我上教会 但你越叫我回教會 反而越反彈 我越避了他們 所以無論家庭 教會 朋友 各方面好像慢慢遠離 我開始覺得我是失去這些 我覺得我只是一生人在工作 得來的可能是工作的一些壓力 最初可能也有滿足感 但愈來愈覺得只是每天在重複自己做一些工作的事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 問是否最開心 反而不是最開心的時刻 2003年全球爆發非典型肺炎 香港更被視為高危的疫區 海外旅客都不敢踏足香港 而當時任職旅遊機構的Lambert 也被迫將忙碌的工作停頓下來 當他人生的樂章好像處於休止符的時候 原來下一個樂章正在要開始 當時看電視新聞 當時的畫面播出一首歌 叫做《彩虹下的約定》 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的 因為那首歌除了本身是很好聽之外 其實對我那個更加當頭盼學 因為臣佳無垂價提醒給那個人 陳佳直著我去提醒 那時候你為了音樂事奉 而回來香港 你曾說想在大眾傳媒 多預約更多的人 分享這些伏音 藉著跟音樂分享 但你現在到哪裡呢 所以我在那時候再次的立志 希望我再次的起身 回到神那裏 再一次的配合音樂是風 現在的Lambert雖然工作一樣忙碌 但他已經懂得分配時間 因為他知道怎樣排列人生的優先次序 雖然我工作仍然是很忙碌 但我自己對神有一個承諾 就是我自己都希望擺多點時間 有一個平衡的生活 我希望是一個平衡的生活 無論我工作有多忙 我會儘量一個禮拜抽一兩天回來家吃飯 我會回教會 我會有弟兄姊妹的支持 我會有其他朋友一起去旅行去吃飯 我覺得個人一來會充實很多 那時候充實就是腦子很充實 在工作上充實了自己 但現在我覺得充實是多方面的滿足感 不過在工作上 Lambert還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有些更加涉及他的宗教立場 因為我負責旅遊推廣 很多時候都會接觸到一些地道的香港文化 在地道文化裡 也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宗教上的景點 所以在催促的時候 心裡都很掙扎 都在想著我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怎樣去負責推廣這些方面的事 但我自己也祈禱 在這方面也求允實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我自己得著 就是神擺我在這個崗位 是有祂的原因 我相信我自己在這個崗位裡 在裡面有那個責任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我在地上的工作 我神擺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盡我的能力去做好 Lambert也會把握機會 透過他工作的崗位 把美好的福音 傳給更多的人 如果是適當的機會 我們都希望可以帶出一些福音訊息 譬如說有機會 譬如說我們每一年都搞一個 編分冬日節 我經常都覺得 No better time 是聖誕節去傳福音 因為這個時間正是紀念耶穌基督降生 所以很感謝主 有機會在當我做這個大型的推廣活動的時候 有機會邀請一班基督徒的歌手 在Snowy Chapel唱歌 去分享見證 Lambert其實是一個很聰明 很有經驗和很有心的弟兄 所以他會用過往一些經驗 譬如是品牌建立方面 Marketing方面的經驗 去幫很多新進的基督教藝人 或者音樂去推廣藝市場 更加令我感動的是他的心 因為他是很熱心去幫助我們 或者基督教的歌手 推動這些基督教的音樂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們開會開到很晚 其實其實Lambert開會開到很晚 晚上九點十點 但是他知道 因為我們明天要一連串的 貿易計劃要出街 所以他很晚都駕駛的車 由辦公室駕駛到觀塘 這是過海 跟我們談了很久 給了很多意見 給了很多策略 以及實際幫我們想了很多行動 所以那次令我感動 甚至我自己覺得 就是他幫我們的事工 或者幫這幾個女生 是給他自己推廣 他自己的碟 是更加樂力更加用心的 當我們最不開心 或者遇到很多困境的時候 Lambert一定會在旁邊 去扶持我們 去給我們一些意見 去幫助我們 是義無反顧的 是完全沒有計較的 我覺得這就是天賦給我們 或者弟兄之間的肝膽相照 所以我覺得Lambert是天賦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很好的天使 從前想 願意平淡安日 心介意太緊張 快樂至上 沒壓力令我舒暢 未會去想 你導引我轉向 勤工作燃我願順取攀向上 Lambert很重視他的爸爸媽媽 很希望他們能夠認識耶穌 但是爸爸媽媽起初 對他的信仰都非常反感 最初我告訴他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們在香港 我在加拿大 他就用紅色原子筆寫信給我 Lam,你不要信耶穌 否則信了耶穌 他就沒有了兒子 聖經裡很多的經文都提到 要靠敬父母 所以相信耶穌的Lambert 也不會離棄父母 反而很希望 將生命中最好的禮物 能夠送給爸爸媽媽 而在爸爸臨離開世界的時候 他也把握最後一個機會 希望爸爸能夠相信 世上生命的主宰 耶穌基督 我記得是他臨終前那一晚 我就有個感動 在家裡找回一本 封塵的一本聖經